以色列袭击伊朗住戏使馆至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纽约时报4月5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披露 伊朗所有武装部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决定必须对使馆预袭仪式做出直接回应 4月5日伊朗在全国多地举行圣城日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 数万民众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 高举伊朗和巴勒斯坦国旗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报道称伊朗方面5日在为袭击事件遇难者举行的公开葬礼上 誓言要报复以军袭击 尽管尚未透露报复的时间和形势 但加剧了外界对一以爆发直接战争的担忧 我们的勇士将惩罚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在德黑兰的葬礼上说 我们警告任何敌人针对我们神圣制度的任何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伊朗民族的艺术就是摧毁帝国的力量 根据两名不具名伊朗官员的说法 目前伊朗已命令所有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决定必须通过直接行动回应以军袭击 以此形成威慑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阿米尔赛伊德·伊拉瓦尼四日放风称 在伊朗对以色列作出回应后 他将接受美国新闻媒体的采访 纽约时报注意到 伊朗采取强硬回击曾有过先例 四年前 美国杀死圣城旅总司令苏莱曼尼后 伊朗向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大量导弹 造成超过100名美军士兵受伤 报道称 本轮巴伊冲突爆发以后 尽管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发动了多次袭击 但伊朗一直小心避免发生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的直接冲突 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评估称 伊朗更有可能亲自发起报复行动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 让其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 一名以色列国防官员表示 以色列分析人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即伊朗会亲自下场 而不是通过真主党采取行动 纽约时报认为 打击以色列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伊朗最高领袖 哈美内伊的手中 2020年也是由他下令对驻伊拉克美军展开报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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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